昨天的時候 中常會決定要用全民調的方式 但七三制還是全民調 現在目前還沒有一個完全的定數 可是有個人馬上跳出來了 那個人就王金平了 王金平就在那邊說 這看起來好像 這個會韓國瑜量身打造 看似起來好像黃袍加身的感覺 但是王金平自己有沒有想過 其實在國民黨裡面 很多方面來對他修改黨章 做一些調整 還不就是為了 王金平自己本身可以在 這國民黨裡面做一個 不分區的立委的這樣的位置 其實真正國民黨裡面 享受最多的人 藝人設施好處 最多拿到的人 豈不就是王金平嗎 我順便幫惠林補充一下 就我所知 慶富案的邵東叫做陳韋志 韓國瑜 他不是沒有跟相關單位提起 甚至於跟對方已經提起 因為他棄保潛逃 棄保潛逃 韓國瑜也希望把他找回來 只不過韓國瑜沒有講而已 他沒有講的目的 是先讓這個東西先冷卻一下 但是至於趙家寶 趙家寶是貪污犯 他也建了邱泰山 他也在民進黨的 那個募款參會 選舉參會 選舉肇事場合 他跟一大群民進黨的高官 都在那邊合影 那我想如果你們要指責韓國瑜的話 民進黨也應該想想 為什麼韓國瑜一聲令下就能抓到人 你們也是因人設事抓不到人 所以兩黨都是一樣 我們再來講王金平 王金平幾任不分區的立委 國民黨規定最多只是兩任 但是兩任黨主席 包含馬英九 包含朱立倫 都在幫王金平因人設事 好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因人設事的 朱立倫換柱算不算因人設事 算不算 國民黨都已經提名了 你還硬生生拉下 不是 全代會也通過了 你還開一個零代會 臨時黨代表大會 硬生生的把洪秀柱換了下來 讓朱立倫上來 那這一些 這一些無論是馬英九 無論王金平 無論朱立倫 等都是因人設事 為什麼到了韓國瑜以後 說要尊重制度 這個就讓別人覺得非常奇怪 碰到你可以不叫因人設事 碰到別人就是因人設事 這個就蔣偉國跟我講的一句話 他什麼叫做制度 制度是我的人的話 是我的人的話 我就讓他渡過去 不是我的人我就自助他 那換句話說 今天國民黨的 不 星期三 國民黨所召開的中常會 截至目前為止沒有確定 他還要經過兩個禮拜 應該是5月8號 他才能確定 他才能確定 好 確定了以後 你能夠保證 不再因人設事嗎 說不定有另外一個事情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講因人設事的人 你們自己想一想 為了你別人做了多少 因人設事的事情 在這個地方 我就必須我再講個一句 就是說國民黨要不要提名韓國瑜 應該及早確定 不要再拖到6月多 因為你拖到6月多 包含立委提名都已經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局勢只會更混亂 對韓國瑜的傷害會更深 國瑜三伯 我們說到要看韓國瑜 你不能只從廟堂的角度去看 你還要另外從江湖的角度 去看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他曾經沒落過 但是他也知道一件事情 這些權貴靠得住 靠不住 他自己心知度明白 說對的事情 做對的事情 人要有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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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有思惠 如果沒有 你們自己做的 你們就要自己負責 賺這幾秒還有機會 趕緊跟你們自己參與的事情說出來 趕緊那個法國瑜 政會做一些事情 未來的事情 我相信會迎刃而坐 你不用想想 沒有 兩腳就有胖了 但你若拼 你就孝壞一死人 人若有識過 這麼直到的口袋 這要去頂射 他現在的現在 我再借這個機會 不要請請教我們所有國民黨 這些好朋友 你認為韓國瑜有對不起 國民黨任何的事情 國民黨任何是韓國的 就是中黨愛國 你們剛才這麼高層 你們剛才利用這四季 都要把他拔掉 南部的民眾有一種聲音 國民黨高層 你不要做救 民進黨打 你不能做救 民進黨 幫你欽韓國的 南部的人是有這種活用 再來 國民黨你要認證去分析 國民黨代稱投靠民進黨 真正是受到河東地位的重視 受到河東領領事件 那是韓國瑜在向政 在向愛 在向批判 你認和一個人去替他講過 認和一個威 國民黨你敢不需要 照韓國瑜這次骨氣的機會 給八色重心要對你 國民黨免夠相信你一邊的威 你敢不用你贏作這個氣勢出來 給八色 就對你走 對你拚 國民黨你敢無所謂的分析 在過去這幾十年來 因為政治和台灣無價 四千六百 九正事件要改變了 九正事件看著韓國要對韓國的走 為什麼要選葡萄的心態 國民黨如果議公議說你 政黨拿不回來 這個政院你負責不去 你負責不去 當然我這個意思不是韓國瑜就是 一定最強 一定是最好 但是你要以了解是心的人 我們可以做到目前這個氣勢起來 難怪人對現實 這點你都不可以去好人的工作 我當然說這個政典 我不是秒釋這十五官司 你們都這官司董事長的國民黨 這官司長 我不是秒釋你們沒有打拼 但你當時堅定自己去論壇去思考 如果沒有反對於你選票 全會贏 敢有資料贏那麼多 敢真的有資料贏那麼多 全世界上我也知道你的感受是最親的 白人 指定的選舉 變那個結論你自己本身 你還沒聽錯嗎 這都不是韓國瑜的效應嗎 在你們拍鋅 infinite 但有關情不辜 簡單就ן疏 再來國民黨你過去的文化 我在混亂 我從頭開始是有办理 我就頭開始疼 我問你了 赵少坑的事情 農修 Jagu 還有一個 возможность 送初流的事情 業三的人 國民黨你去問 你幾中間的人 那些關心 你的czeln 你都清楚一下 就是你 咱講燦路的 國民黨很早就有機 fishing 就是因為你不要說真話 韓國人說真話有什麼不對 你應該還要跟他辭死 當然站在外面中心 我是支持韓國人 但是好朋友 我們大家想看看 我敢說韓國人騙四年 如果韓國人當中 我敢說他騙四年 韓國人沒有可能騙人 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教我們交代說 我們唱歌要相信他 我們不只要對他去拚 拚死沒有韓國總統做市長 靠我什麼抵抬 靠我一招很高 都完全都沒有 我們到那一招 我們不會去救一斤的拌勁 我們為什麼無事無事 為這個付出 跟國也是為台灣這個土地 台灣沒有 你要走多X 你這樣問我 你這樣說我聽我看 台就沒有 你真的要說我當生存下去 你敢認識說你自己的 竟然順順順順順順 還要繼續拚下去 20年 面一個人過 我們都世代參與有對 這些人都參與有對 無到真正是 又覺得無緣仗智 落地大家愈低伴 我愈來愈悅 你真的都不用想到 未來真的愛自己 本身愛自己 夠夠 國民黨 你真的不去了解 真正是八成事 我自己想什麼 你自己想說 韓國瑜站起來 英國就什麼 這個董主席的請就什麼 我告訴你 韓國的保護政府北斗 強強官 我們注意到 現在這個時候 國民黨把總統這一局 硬把韓國瑜給拉了進來 不得了 韓國瑜現在可是變成重傷了 而韓國瑜講了五點聲明之後 反而被猛烈的攻擊 韓國瑜昨天說的 愛與包容的文章一出來之後 馬上說你在搞切割 對 現在這時候看起來 國民黨本身 他這樣子玩下去之後 最後的後果 還是得韓國瑜 一個人去承擔吧 韓市長 你如果有看節目 我一句話 跟你分享 菩薩聽你 眾生優利 所有人民有灰色的人 都會聽你 因為你的真 你的心 你的認真打拚 你的性感 讓人民看到了 所以全民都會聽你 菩薩也會悠你 你放心 我經常這樣說 國民黨 你不能說出來 有的都麻煩的人家就得 但是你所做出來的 都是那些上天海裡 政治人物 你壓迫這幾個月 今天去韓國的 我經常說過 台灣兩千三百萬金民 你國民黨都看不見 我就不相信了 你國民黨都不是要出席的政權 你國民黨的東山 他讓民進黨給你風雨 那是風雨而已 那不是不雨 是給你風雨而已 那會再拿出來 讓韓國做總統 會再把你搖出來 會聽你 你國民黨 軍公告 這個民進黨 在你殺的時候 殺的時候 你國民黨又好嗎 今天他好不容易 上天派一個來 真正派來這個人 叫做韓國瑜 我們所民就都看不見 我們百分之九十五人就都看不見 你國民黨看不見 你來把政調 粗算 政調 什麼專民 三七 你這樣在於無價 你們高層 我們跟你說的都沒不對 寬貴 錢貴 那都沒不對 你自己要減透 你要接地去 要給這個台灣兩千三百萬 我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 我不是在探討韓國瑜 我是文三說的跟我說的都一樣 我是大大驚 孫要把這個土地生活下去了 我哪有一個真正正的 可以放棄你付出的 的民軍 我看到這時候 讓我懷念過的總統 也剛才一個政府親國而已 讓我懷念過的 也一個政府親國而已 為了他可以敵到人的懷念 國民黨你想嘛 今天去一個韓國的來 欸 敢說高雄支持他而已 國民黨你看不見嗎 行為台南往北 為北往東 為東又靠北到南 走到某一個地方 也是韓國瑜 這款的民調你敢看不見 國民黨你敢看不見 你硬要把他捕的死 硬要把他捕的死 你國民黨花年好的一個人 可以改變你這個國民黨 可以住這樣整個台灣 你如果這個人 娃娃要把他捕的死 你現在你敢知道 你對韓國的是 努力了 你敢知道 你敢知道 你為什麼晚上睡覺 痛去死也痛 晚上也痛 人家說放腮又痛 現在呢 就韓國的 你在那邊捕的捕捕 民進黨要把他攻擊 國民黨的這個 雞鞍軍或什麼 要把他攻擊 要把他捕 你這個人要把他捕死 國民黨你說你愛台灣 留下台灣 我們不相信 我們真的不相信 我們這百分之九十的索兵 真的不相信 慧琳 我們看著現在這個時候 韓國瑜本身面臨到這樣的攻擊 由內 由外 可是現在這時候 韓國瑜是疲於應付 可是最後占便宜的人是誰 看來那就是民進黨 跟柯文哲了 你看張文質疑韓國瑜的時候 韓國瑜今天不就把趙家寶 給抓到了 現在這時候展現 他本身的一個實力 是 所以我覺得大家 大家當然愛護韓國瑜 包括我在內 我都覺得他是我們國民黨 不可多得的寶貝 所以說也不用擔心說 國民黨會冷冷的 冷眼看著韓國瑜一個人 被這個民進黨圍毆 我必須要講 國民黨應該要做的是什麼 時間的往後延 剛好有一個足夠的什麼準備 準備好了沒有 韓市長要待職參選 還不待職參選 這些東西 而且如果他接受徵召了 一定會有人攻擊他 比如說什麼吃碗內 看碗外 這種攻擊的聲浪就會出現 到時候要怎麼樣有一個 非常好的說詞 當然最好的就是 你要救高雄必須先救台灣 我這樣講 就是我覺得 我都非常了解大家的憂慮 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其實這幾天看到網內互打 其實我心裡也是非常難過 但是我覺得 大家不要忽略了韓國瑜的特質 我昨天我在節目裡面講 我說提名的這個時間往後 是不是為了讓某些人可以充民掉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講 在更早之前我也講過 對於韓市長而言 最有力出現的時間點 不見得是最快的時間點 為什麼這樣講 有沒有想過 一旦徵召他的時候 那麼韓國瑜市長接還是不接 接了以後 待職參選還是不待職參選 當然昨天民進黨議員 已經開始逼他了 說你要選沒問題 你就給我辭職 這是他們最希望看到的現象 然後有人馬上就問了 陳語扁他兒子就說 請問你去嫖妓之前 你有沒有先離婚 但我現在要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什麼 我現在要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不要忽略了韓國瑜的戰力 不要忽略了韓國瑜的口才 而且我跟大家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大家不要光現在 大家因為都在情緒 在這個氣頭上 就覺得好像 韓國瑜的中了黑槍 就是有人故意要設計他 好像權貴看不得 這樣子的一個土包子出頭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韓國瑜為什麼我這麼支持他 很多人就說 惠林你失去了你的公正的立場 你怎麼一方面都在黑鍋台銘 我可以跟大家講 不是 而是作為一個忠貞的國民黨員 我們看的是 誰有辦法改變2020這一局 我必須講 兩個人都是勵志騙 雖然郭董他現在是富豪 他也是從白手起家的富豪 兩個人都勵志騙 但是但是 郭董畢竟是政治白紙一張 不像韓國瑜已經經歷了千錘百鏈 你看他隨便回一個話 我們相聲裡面叫做抖包袱 隨口講來都是金句 隨口講來都是讓人家會心一笑 除了最近被這個聲明給困擾以外 你什麼時候看到 他跟民進黨打仗有落於下風 這不代表說 我們其他的同志就不要幫他 所以我覺得這一局 拜託大家還是給國民黨一點時間 我覺得國民黨要真正脫掉 所有老百姓質疑的 你是一個偏向權貴政黨的這個帽子 就看2020有沒有辦法 讓一個真正的平民英雄 韓國瑜出席 你自己想要和ims 不知